第一次进录音室我自己觉得非常的特别 我觉得它是一个非常私密的空间 然后感觉很像被一个黑色的臂膀包围住的感觉 因为它是在一个空间里 然后你很安静的只有听到自己的呼吸声 心跳声还有你自己说话或者唱歌出来的声音 我觉得那种感觉非常特别 所以小林老师也告诉我说 你要把麦克风当中你最想要情愫的对象 或是你的情缘 然后你会用什么样的心情去面对它 所以我觉得在唱的时候 我觉得他们告诉我要把故事还有情感 放到你自己的声音里头 那你找到了一个不一样的声音的一个领域吧 所以我觉得自己听起来也会比较柔软和舒服 比较像对着一个人在说话的方式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